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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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好的 来 坐吧 龙书记 坐吧 龙书记 听部长 你每次来都是来去匆匆啊 公务繁忙没有办法 我们天州可是个好地方啊 历史悠久 人街地零啊 旅游景点也很多 我看这样 等你这次公务告一段落 我 让怀琴 陪你在我们天州好好玩玩 龙书记啊 恐怕没有时间 以后再说吧 其实你这次忙的事情呢并不复杂 匿名信就是匿名信 你只要对那几件事情 进行深入的调查 那就很清楚了 怀琴哪 关于罗程同志匿名信的事 我看 咱还是放在明天常委会上 一块儿谈吧 好好好 增加透明度嘛 匹部长这个人很原则啊 你这个表妹 连一句话也没搭上 我表哥就那脾气 他办几事来呢 比较认真古板 好啊 那就常委会上见 小天 罗市长 你来了 匹部长在吗 在 龙书记和许书记刚走 正好 对了 小倩怎么样了 做作业呢 假期作业都快做完了 那可不行 得让她一天做一天的 你跟她说去 我说她能听吗 请进 罗程同志 匹部长 知道你来我很高兴 我一直就希望省委 赶快就匿名举报信的问题 有个结论 以便与我在天州更好的工作 老罗啊 不管结论如何 要相信组织 相信群众 那是 你刚来 我想 就匿名举报信的有关情况 向你简单地做一个汇报 老罗啊 刚才龙夫喊来了 也是想谈有关的情况 我跟他说了 明天常委会上一块谈 如果我们需要找你个别谈话的话 会找你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常委 和一些相关的干部 我们都会找他们分别谈话 要 老罗啊 你女儿被恐吓以后 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好 只是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被噩梦惊醒 其他的情况 我们明天会上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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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回来了 啊 回来了 刚才田阿姨说 你找皮肤长谈话了 怎么样 正常 正常 到底怎么样 正常 你学上的怎么样 正常 课堂几率呢 正常 家庭作业 正常 你要检查我给你拿去 好 我讲了省委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的决定 也讲了调查组的任务 罗承同志是天州市委的副书记 天州市市长 举报信所举报的问题事关重大 调查组将调查结果报告省委 做出明确的结论 这对天州市委天州市政府的工作 是必要的 对罗承同志本人也是必须的 现在请各位常委 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我先说两句 我认为 这封匿名信 是对一个认真工作的领导干部的诬告 我已经在书记办公会上 说明了我的观点 我要求尽早调查 搞清是非 揍出绝论 同时我已经把我自己 申诉材料 和书记办公会的记录备忘 交给了皮部长 嗯 我看了 我今天再次重复我的申诉 这封匿名信 是诬告信 我要求组织为我调查证明 一封上上下下散发 仅在天州就多达数百封的匿名信 居然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这就充分说明了 这是一伙别有用心的人干的 罗承同志 说诬告信 言之过早 是好信还是坏信 是举报有理 还是诬告无理 这要在调查后 而不是在调查前做出结论 写举报信不留指纹 这不能是诬告的证据 也许是举报着心理害怕 我们以前也曾经遇到过这种事情 关于举报信没有指纹 听说是是公安局去做的鉴定 公安上有什么理由去做这种鉴定 举报是每个干部 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不能说一有举报 就动用公安去查 我觉得这种做法 有欠妥当 另外 我昨天看了罗承同志 交来的市长办公会的会议记录 如果这个记录是真实的 那么 罗承同志身边工作关系 最密切的四位副市长 包括市政府办公厅的主任 都没有听说过 罗承同志说他是夏光远同志派来的 夏光远同志对他是言听计从 从会议记录上来看 与会者虽然没有赞成罗承同志所说的 这封举报信就是诬告信 但是大家都表示 举报信上所列举的事实 没有一件与现实的情况是相符合的 加上文同志 你是副市长 也参加了市长办公会 情况是这样吧 是这样 我刚才说这几点啊 并不能代表举报信上 所说的是全部或大不实实 也不能说这封举报信 它就是诬告信 罗承同志 第一 举报你罗承专权 那么你是否专权 这得由天州市常委一般人 和天州市广大干部来评定 第二嘛 说你搞个人突出 我认为光靠统计宣传版面 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 第三 说你工作作风粗暴 你现在拿副市长文思奇的说法来加以罗执 是 我们认为 举报信中所举文思奇一例 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但是关于你工作作风粗暴 是否有道理 我想 这也要听天州市常委一般人 和大多数干部的评例 至于第四嘛 举报信上说 你带领小分队搞突然袭击 使各级政权为敌 我认为小分队不小分队 这不是实质问题 当市长呢嘛 下乡检查工作 当然不能带大部队去 关键的问题是 你是不是让各级领导干部 感到你与他们为敌 防火防盗防罗城 这到底是赞誉还是批判 这要分清楚嘛 第五 说你标心立意 搞个人突出 离开统一的宣传口径 搞个人这一套 你把这几个月的讲话材料 整理好交上来 这很好 剩下的就由我们调查组 将审查的结果交给省委做出结论 第六呢 说你把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当做干部的条例 六点钟召开全市二十个县区参加的现场会 干部们三四点钟就得摸黑动身 对于这种做法 你本人没有否认 你为什么这样做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调查 这是所谓的勤政呢 还是像五八年那样大链钢铁违反科学的盲动呢 第七 关于拉大铁做虎皮 我们还要调查广大干部 你是否说过 夏光远同志对你是言听计从 或是用其他暗示的办法 使大多数干部得到了这种印象 第八 关于花花市长这一条 举报信上说 你经常是有美女在陪伴工作 不管这一条是否存在 我想这一点应该引起罗程同志高度的重视 罗程同志 第九条 对你经济上有所怀疑 听说前几天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已公布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状况 是这样吗 是 我个人认为 你这样做精神上是对的 但是 是不是又是一种雕心立意突出个人的表现呢 你这样做 会不会对其他领导同志造成被动呢 敢于公布就是光明磊落 哪没有公布的呢 社会议论该如何看待呢 我刚才讲这些话 就是帮助大家把我们已经澄清的问题 梳理了一遍 把该突出的问题突出出来 在那些不成问题的问题上不要浪费时间 我希望大家啊 能根据我所谈的问题 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而 participants 相根除了 专院的政治炎 经常所谈的内面 都说是医学的 是医学的 那些 behaves 对他们需要把他疑惯的 您就可以加速 才能查看 对 大约 ט eens 他也是 boar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虽然举不出更多的实力 但是总的来讲他给了我们这种印象 关于第四点 组织小分队搞突然袭击 这应该一分文二的来看 既有工作深入的一面 可是是不是也有只相信个人 而不相信广大干部的一面呢 第五点 标新立意 搞个人标语口号 这是符合实施的 关于第六点 什么 骑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是吧 早晨六点钟搞现场会 即使有勤政的一面 我认为也不值得提倡 如果是为了搞个人权威 那就更应该否定了 第七点 是否拉大齐做虎皮 实事求是的讲 我没有亲耳听到过罗曾同志讲 省委下书记对他言听计从 但是他给我和周围同志了这种感觉 他之所以可以这样盛起凌人 是因为他直通 省委主要负责人 我相信 其他常委也会有这种印象 我基本同意 马力凤同志所提的意见 我认为 虽然举报信 有些具体事实还不确凿 但是 对罗曾同志提出的那些问题 总的来说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反过来说 为什么其他常委 不会遇到这样的举报呢 像专权 突出个人 标心立意 作风粗暴 这些都不可能加到其他常委的头上 像龙书记和其他几位副书记 都不可能遇到这样的举报 其他同志呢 我说一点 我同意许书记的意见 不管怎么说 我都不赞成用匿名信的手段 去诋毁一个领导干部 我是坚决反对的 我本人过去就深受其害嘛 我说几句吧 罗曾同志的工作是积极的 那是没问题的 至于在工作作风上嘛 可能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在省上下书记也问过我 我说罗曾的工作那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工作太猛 其他同志 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 回去我要多做工作 这是我当时的原话 今天来看 主要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包括对罗曾同志 应该做的工作没做好 欢迎光临比赛公司 请问你找谁 小姐你好 我找周瑜 您找周总 我先通报一下 您找周总 我先通报一下 周总 有客人找您 好的 他就在副总经理办公室 您往前走 第四个码就是了 好的 谢谢 叶记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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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有事 想采访你一下 采访我 对 关于那篇违章建筑的事情 我想做一个系列报道 好 好 好 来 坐坐坐 好的 叶梅啊 上一次在大街上 没能叫上你的名字 实在是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要是知道你在天州的话 谢谢 我早就去找你这位老朋友了 我们公司收购的那些旧厂房 现在正面临着成建 要让我们挪地方 那可是未来的黄金地段啊 这件事还需要你这位大记者给咱写点文章 好好的呼吁呼吁 对了 我听说你给海岚云天写的那些呼吁文章 效果就不错 现在的海岚云天生意可活得很啊 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记者应该做的 对了 你都要知道些什么情况 我想要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有 我准备得很全 我拿给你啊 来 有没有再详细一点的 比如说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资料 懂吗 这样吧 我给你一份计划书 那上面非常详细 好的 好 太好了 这样吧 我拿回去好好归纳一下 回头再来采访你 好好好 那谢谢你了 应该我说谢谢才对 再见啊 好好好 那我不送啊 拜拜 咱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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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按照您的布置安排好了 批部长一日三餐 不让咱们常委陪 咱们就不陪 调查他罗程 罗程陪显然不合适 您和其他常委陪呢 又有包围的意思 所以我就安排组织部 办公室 几个通知轮流陪 您放心吧 记住 对调查组不能太热情 可也不能太冷淡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龙书记 我搞携带是有经验的 您就放心吧 我不敢说我做的天衣无缝 起码安排滴水不漏没问题 你办事我放心 你发现了没有 今天会刚一开完 罗程就黑着脸走了 罗程今天 是灰溜溜的 没有了以往的八面威风啊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吧 哎呀 倒是皮部长这个人 让人一眼看不透 啊 他今天的讲话 三驱六折呀 嗯 冬一下西一下 滴水不漏 说咱们 咱们无可反驳 说罗程呢 罗程更是找见北 我倒觉得 许怀勤今天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 真是没想到啊 啊 对许怀勤这个人 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一下 啊 请进 龙书记 马主任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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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书记 今天这个会开得很明朗 是啊 景莲 你在会上表现不错 功不可没呀 刚才龙书记还在夸你呢 其实呀 这种会上 只要有一两个人说话到位 那气氛就定了 对 我常说呀 这干部啊 要放在结果眼上 才能看出水平 这钢要放在刀刃上 才能势处软硬 今天这个会议开啊 那是一清二楚 精畏分明啊 龙书记 那我先走了 啊 啊 清莲 过两天 我要找你尝尝 好 好 好吧 再见啊 再见啊 哎 月风 您过来看 天都这么晚了 假尚文怎么才下班啊 你看他 郭瑶她喂的 她今天可真是后悔莫及呀 背上包袱咯 贾尚文最近表现很不好 是得让她难受一下 对待这种人的使用 得攥在手心里 不能捏得太紧 也不能放得太松 站在这儿 从楼上往下看 随你点拨随你看 是不是就叫居高临相 啊 居高临相 我今天啊 反而觉得楼下这群鸽子 看着还顺眼 是啊 会议上贾尚文和孙大志 一个获悉你 一个战杆啊 这你就不懂了 怎么办 你把这两个人要赢得多 你把这些人赢得多 好 有点强 你把这些人赢得多 我把这些人赢得多 你把这些人赢得多 我把这些人赢得多 可是这种大多数人难开口的会 只要有这么一两个人站出来 坚决地表格态 就会决定整个会议的走向 这事情可变化太快了 罗承刚来的时候 贾尚文跟他最对立了 可是现在贾尚文在中间忽悠开了 倒是龚青莲跟他对着干上了 龚青莲事先我已经明确向他表示过 提他为常务副书记 这叫利益使然 三国开篇就讲了 天下大势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孙大志这个人我们就不讲了 贾尚文是一门心思的想当市长 后来罗承顶了他 他当然和罗承势不两立了 可罗承呢 这个罗不栽在这儿 好像一时半会儿还拔不了 那他只好顺应行事 另谋思路了 龚青莲这个人呢 我本来并不打算重用 可后来形势突变呢 我想龚青莲不就是 常务副书记的最佳人选吗 后来他看见我真的安排了 那他可不是就得跟着干 也许你支不齐走得好 李方 对皮定中这个人 绝不能搞小动作 明里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公事公办 案里要多加照顾 皮定中对天州没有一丝一毫的厉害关系 全在他的观点 我们要想方设法去影响他的观点 这种人 一旦看法形成 他就会一时一 二时二地去向下书记汇报 只要他在罗承的名字上打个叉 罗承就完了 知道了 今天我先不回家 你开上车 咱们到北山公园的山顶上 聚高临下看看咱们天州 然后再到天州宾馆吃一顿家乡饭 可别跟皮定中碰上了 你放心吧 我早就这么安排好了 我早就这么安排好了 龙师姐 有点重要的情况向你回报 立芳 你先下去备车 我谈完了就来 好 龙师姐 黑枪事件有了重大的进展 什么情况 那个打黑枪的犯罪嫌疑人 不是在福建被堵死了吗 堵死他的犯罪嫌疑人 现在被抓到了 是又一次犯案被福州警方抓获的 谁啊 不是我们天州的 但是基本可以断定 是马晓波指使人去投的毒 根据掌握的情况看 投毒的嫌疑人 曾经给马力凤打过电话 是会决定的 安排 卫生的 被孤见过 有些人的小弊 到底是否就不想太太 有一些人 对我都不是要 要吴兴兴于富逊 事件 我感觉到是怎么这么一样 调查组的调查 你就不要再影响任何人了 我知道 皮部长不是要找你们常委 个别谈话吗 有什么问题 到时候你就跟他说 这明摆这是一封诬告信 皮部长却在会上 东拉西扯过悉尼 烦死我了 罗市长 其实在你没有来到天州之前 我的心都快凉透了 对天州市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红篇可以说是了解的 可我一直没有勇气公开向上级反应 我怕得罪龙书记 怕遭到打击报复 有一件事我一直憋在心里想跟你说一下 可我没有勇气 你就不怕憋出毛病了 罗市长 我也跟你这么多日子了 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位 真心替老百姓做实事的市长 我也看到了老百姓 是怎样喜欢你这样一位市长 现在我也不想隐瞒什么了 谁愿意报复就报复吧 往下说呀 罗市长 在你没有来到天州之前 纪监委转给你的那封署名为共产党员良心的匿名信 是我写的 是我写的 看不出来呀 哥们儿 孙大志神色不对呀 孙大志神色不对呀 他跟您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只是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 也算是他向我表忠心吧 什么重要消息 这么难张口啊 我告诉你 怕你沉不住气 这么大好形势 还有什么沉不住气的 那个打黑枪的人 在福建被人堵死了 你知道 是谁做的吗 我确实不知道 你说不知道 那就有可能真不知道 这个人被抓了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不是天州人 后来在福建犯案 才被抓的 据他说 是你兄弟马晓波 指示他下的毒 孙大志说 你的两个兄弟也外逃了 你对你两个兄弟的作为清楚吗 我不清楚 开车吧 不清楚 不清楚就是不清楚 你要把心稳住 你现在要专心把这一轮 调查举报信的工作配合好 嗯 走啊 知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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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市长 喂 华市长 龚常委 今天有会 不 今天早上调查组工作 皮肤部长 第一个找我个别谈话 那好啊 华市长 坦率地说 在常委后上说什么 我个别谈话还说什么 你放心 我是实事求是 安道理 不过 你的工作魄力 我还是很佩服的 工常委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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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生活上安排得很周到 我没任何意见 我倒是关心 你刚才三言两语 谈到罗程的事情 这是普遍反应吗 皮肤部长 您可以随便到天州任何地方走一走 十个人里面会有九个人这样评价罗市长的 你说这话不带个人感情色彩 皮肤部长 那我问您 谁说话不带感情色彩呢 请进 你 过来 我跟您要说 红 我 你 毕童 我 自己 还 你 这个 你 他 他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叫你来谈话 皮部长 刚才我在门口遇见罗市长 我对他表示 我的观点很坦率 个别谈会上谈都一个样 对罗市长的匿名举报信 主要代表了一些干部 对罗市长的不满意见 当然一般干部 他们不太了解天州工作的全貌 在反应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或出入 不过他们的意见 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想罗市长应该有个反省 皮部长来了 一定会帮罗市长完成这个反省的 我看了这封举报信 口气很大 看来写信的人 对天州市常委的事情非常清楚 你觉得他会是一般干部写的吗 我个人认为 举报信肯定不是市委常委所写 我足以分析的 也不是市政府那几个副市长所写 所以我敢肯定 他不是天州高层领导所写的 我昨天一到天州市 就和宾馆的工作人员 市民还有司机闲聊 看来罗城同志在老百姓中 口碑很不错吗 罗城市长到任后 的确抓过几件事事 这是一般市长上任后 都要烧的三把火 赢得老百姓的几声叫好 这个不难 当然考察干部不能只看这一遍 我跟皮部长说这些 有点搬门弄斧了 你们该有个思想准备 我找你们谈话 就是针对您的倾向 提出对立的意见 包括你在内 这点我明白 宫秦磊 你个人和罗城有什么恩怨吗 我个人跟他毫无恩怨 他在来之前我们不认识 他上任后 我们也没有任何厉害冲突 我不像其他几位副书记 在有些利益上 跟他有贫分秋色的矛盾 我只是一个普通常委 我是他们这个层次之外的 那龙夫海和罗城呢 他们两个的关系有点紧张 我相信皮部长比我还了解 因为我也不参与他们任何矛盾 关于他们的事 我也是事后七零八爪听到的 公经理 你是不是你们常委会最年轻的一个 今年有四十岁了吧 过了年我才三十九 据我所知 你们常委会人头不够 分工也不尽合理 关于常委会班子的调整 龙夫海跟你谈没谈过 他自己的某些设想 我从没听他说过有什么设想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设想 龙青林 现在你可以敞开发表 对这封举报信 全部事情的看法 我希望你说得越具体越好 包括时间地点在场的人 皮部长 您放心 我是有什么说什么 都快下班了 龙青林还没和皮部长谈完呢 要是谈完了 他该来我这汇报上 也许还没谈完 也许谈完了忘了来汇报了 也许谈完了忘了来汇报了 忘了来汇报了 他不可能忘了 他不可能忘了 再等等吧 再等等吧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习部长逐个找常委谈 其他两名副组长 找别的干部他 从今天开始 今天可是头一个事关重大 昨天晚上 我是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我逐段逐句地 把皮部长在常委会上的发言 仔细推敲了一遍 我突然觉着 在匿名信这件事上 要是罗承占了上风 那天州整个的局势 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有这么严重吗 急行为谱啊 喂 是市集结尾吗 请找技术局接电话 啊 大姨父 我刚跟皮肤部长谈了 我们谈得很好 对 我们是畅所欲言的 我直接没有把皮肤部长 全部思路里回头 哈哈 我的大姨父啊 皮肤部长 在常委会上的讲话 你还没看出他的倾向性 大姨父 皮肤部长啊 最后对我说 嗯 你敢于畅副语言很好 以后 要经常找你谈谈 哎 你看 我一个普通常委 找我谈什么 这说明我说的有道理啊 对 我大姨父啊 现在判断干部的一般思路是什么 搞政治 要谁主流 哎 一定要站在主流的中轴线上 对 像罗成这样的边缘另类 迟早 会被岸边的大山碎石刮破的 啊 你现在 你现在 就去龙书记那里 我现在去参加青年联谊会 哎 好嘞 再见 哎 龙书记 呃 联谊会已经开始了 大家都在等着你 这是你的讲演稿 嗯 没事我先走了 嗯 喂 龙书记 我是龙书记 我是龙书记 嗯 多看 手机上显示的是您家的电话号码 你现在在等会儿啊 哦 今天是青年有一个联谊会 我脱不开身 我也一直想早点去你那汇报呢 嗯 我打电话 嗯 嗯 嗯 等联谊会一完 我马上去你的汇报 是 哎 苏雅 嗯 你通知周瑜了吗 晚上到五分钟以后的 好 少伟 又看你的三十六记啊 啊 这三十六记 可是中国古代人的大智慧啊 看看这么多遍 还记不住 这三十六记 它不需要死记应备 它 跪在精神 你看 瞒天过海 多大的胆量 声东击西 多么出其不意 还有 借刀杀人 兵不血刃 事半功倍 还有调虎离山 知道虎离开了山 就没有了事 还有什么苦肉计啊 离间计啊 美人计啊 这些说起来难听 可是 他都能帮我们打开思路 一个计策 你不能说诸葛亮用 就是聪明才智 此马一用 就是老奸巨华 用记暗眼下流行的说法 却叫玩智商 胜者亡 败者寇 就是这场游戏的赏罚规则 三十六计 你最喜欢用哪一计啊 你最喜欢哪一计 我不知道 我看 你最喜欢美人计 我看你啊 最喜欢用笑里藏刀 二位说什么呢 这么高兴啊 他学着笑里藏刀呢 小鱼 坐 今天咱们商人点事啊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不清楚 你们说 魏国和那两个浙江商人之间 有没有什么猫腻啊 难道就是罗程的一句话 让他为那两个商人 一路大开绿灯 魏国和那两个浙江商人之间 有没有什么猫腻啊 魏国肯定拿钱了 要不咱们对他 那不行 魏国是老爷子 天州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 把他扳倒了 那罗程不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那也应该敲打他一下 人民路这个项目亏了咱们 那他以后应该在别的上面 给咱们补齐啊 这个你们放心 我会安排的 对了 少尉 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那个记者叶梅找到我要采访我 采访你 他说 就是咱们买厂房的那个事 他想为咱们呼吁呼吁 我看这个事没那么简单吧 周瑜 你可要防着点啊 周总 阿姜 我不是说过了吗 以后要学会敲门 记住 对不起 什么事 周总 你要的资料我已经帮你打印出来了 请您过目一下 我正在开会 哦 周瑜 你有事你先去忙 有时间我们再商量 哦 那我先过去 好 怎么了少尉 对不起 苏雅 你还是多长个心眼 看看那个叶梅 她会不会来找你 你 我能寻找你 把你打印出来了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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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水 光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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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叶子 罗市长 我找你 天州机床厂工人闹事 现在把班公楼已经围了 工人们要抓厂长 魏市长呢 魏市长一大早就赶去了 也被围在了里面 听说厂长很腐败 工人几个月都没发出工资了 现在全厂全炸了锅了 那我跟皮部长请个假 然后马上去 要不然你跟调查组 谈话话以后再去 我们先去几个人 跟你缓冲一下 那么大的事我得去 等着我 请进 皮部长 罗征总这 你好你好 我们今天的谈话非常重要 恐怕要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来 先坐吧 不 皮部长 今天我恐怕不能谈了 不能谈了 罗征总这 你是不是有什么情绪啊 不是 刚刚接到报告 市级商场的工人 把厂办公楼给围起来了 要抓厂长一般人 玻璃门床全砸碎了 所以我得赶去处理一下 罗征总这 是不是任何事情 都得你这个市长亲临现场呢 也不是 副市长魏国分管这一块 可他也被围在里面了 那是卫市长不得力的 还是你们没有统筹好 还是遇上突发事件 没有思想准备 你说的这些情况都有 卫市长是不太得理 那就是你这个当市长的责任了 你要想办法提高各级干部的管理水平 不能事事都得你这个市长 亲自去冲锋县阵 你说的对 说到底工作要各级干部去做 可是当领导的 不光要统筹全局分派工作 有时候也得身先下级 在关键问题上做出示范 那好吧 你去吧 小苗 跟罗市长一块去 好的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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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听 你们听我讲 祖日师傅们 国企解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你们杜厂长去年胃癌刚做过手术 一直在忙着厂里的解困问题 咱们大家要同舟共济 总不能看着杜厂长跳楼自杀吧 卫市长 我又不要听这种解释 不要听这种解释 市政府正在想 直接办法给你们筹集 我们要相信政府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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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那个人是谁 那个就是产长杜厚儿子 他在身边干什么呀 拱着他抓着他没地儿躲 就躲到楼顶 来来来来来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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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就不管管我们机场厂 你现在说晚了 好工人师傅们 我知道大家有怨气 因为大家已经13个月没发工资了 我理解你们 如果我这个市长13个月不发工资 我也会有怨气的 我们工人 现在不想听这些好听的话 你是市长 你说吧 我们机场厂的问题 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不要乱喊 你们把厂长逼到了楼顶上 现在又逼着市长马上解决问题 问题肯定要解决 但你们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胡闹 我们让罗市长给我们回答问题 大家别攒了 我问大家 是不是要我这个市长解决问题 是 那是不是要我说实话 是 好 那我告诉你们 现在就要我解决计算场的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这么说 那就是欺骗你们 但是 我可以郑重地向大家承诺 从现在开始 我这个市长 就来你们机场厂办公 和你们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一起想办法解决机场厂的问题 同市长 说话可要算数 是 是 是 我说话 算数 现在 我就请求你们 选出一个代表团来 协助和监督我的工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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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位 都是我们全体职工选出来的代表 嗯 罗市长 工厂13个月没有开工资了 杜昆仑他们整天说什么招资引资 股份改造 于什么地方联合 把地皮都给卖了 竟出点新的花样 这个工厂 让他们搞得 资不抵赛 杜昆仑这家伙 说他车丢了 可是 这辆车是被他倒卖了 买了一辆新车 又给了一个女人 我们发现 这个女人 是他长期包的二奶 他还给这位二奶 买了一套新房 罗市长 你说 像这样的成长 不就是在喝我们工人的血 吃我们工人的肉吗 都会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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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市长每次来 都给我们讲 杜昆仑得了胃癌 未切除了三分之二 带着半条命工作 不容易 自从他的被切除后 他就更加放开的腐化了 我看他是 想把我们几千人工厂的资产 全部挥霍光 保他这后半条位 回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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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田林同志 你们这么仇恨他 总不能把他活活打死吧 打死他 你们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把他交给我吧 他要是跑了怎么办 他要跑 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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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罗程负责 其实你们扣他有什么用 我现在已经帮你们 把我这个市长扣在这儿了 只有我才能帮你们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怀疑我官官相护 不替工人说话办事 那你们同样可以罢免我 你用我决定 你用我决定 说说工人的要求 第一是什么 罢免他这个厂长 罢办他 罢免杜坤伦没问题 法办还需要调查取证 第二呢 发工资 工厂亏损 没钱发工资怎么办 第三 开工 机床厂不开工亏损 开工更亏损 怎么办 重新组织生产 谁来组织生产 全场人集合在一起嚷嚷 能解决问题吗 选取新的厂长 好 大家的要求我已经清楚了 现在我请你们授权给我这个市长 解决问题 我需要工人师傅们的授权 王市长你先说说你打算怎么办 对 我的思路跟大家的要求是一致的 一 立刻罢免杜坤伦的厂长职务 二 立刻审查杜坤伦的问题 三 立刻动用社会的救济手段 解决机场厂工人的生活困难 第四 立刻在全市范围内竞选厂长 给大家选出一个连接奉工 能使机场厂有亏解困的好厂长 杜坤伦 多迟点让你马上下来 你们叫我下来 我有几个条件 告诉他下来就下来 没什么条件 马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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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条件开架 这条件开架 老师长这是你要的残忍 喂 好的 小苗 你这回可以现场观看 我是怎么专权的了 我算是凌教了 罗市长的工作风格 说实话 刚才那个局面 我还真替你捏把汗 半年前我来天州 那时候基础不大好 上访的群众包围了市委大院 还有许多群众 在一楼的市委接待处 打地不偿住 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有时候啊 为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不得不打破常规 重新配置权力资源 否则互相推诿 上下摩擦 什么事也干不了 罗市长 职工代表 已经集中在会议室了 您有什么指示 你先去跟职工代表们谈 看看他们有什么要求 特别是有什么合理化的建议 好 杜昆伦 你们三位厂长副厂长 先分别到自己办公室去写检查 等候处理 罗市长 别为自己辩解 你们现在是要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不要心存侥幸 就位 罗市长 魏伯 现在情况紧急 我们要动用一切 可以动用的社会救急手段 先解决计算厂长职工的生活困难 动用财政 那不是一天两天能拿出方案的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是社会救急手段 要不先搞一部分社会捐款 可以 现在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头募捐 我带头捐一个月的工资 我也跟您的工资 好 你给文市长 阮市长 贾市长打电话 让他们立刻动员 全体干部进行募捐 然后让贾市长马上到这儿来 好 这儿开现场办公 我就去了 好 喂 大志吗 我是罗程啊 请你马上到机床厂来 我们在这儿现场办公 我可能去不了 好 皮股长刚才打电话说要约我个别谈话 好 你看到这儿 能不能跟皮股长商量一下 跟其他常委的顺序对调一下 那好吧 好 好 小苗 你来当观察员 我也不能让你闲着 这儿人手少 你等会儿临时密室吧 这两部电话你帮我接 还有这些材料 志工写的你也看着 行 好 好 你好 我是记者 记者 你找谁啊 我找卢市长 卢市长 他在一楼第一楼 谢谢 卢市长 我的消息够灵通吧 小苗 这就是举报信上所说的 省报记者叶梅 这是省委调查组的小苗 你好 那封举报信太庸俗了 不值一博 洪平安正在跟职工代表们座谈 你可以去采访 我这儿马上开领导小组会 在哪儿 在楼上会议室 好的 我先过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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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市长 你好 叶记者 你这是 你是来看卢市长的 我是来采访的 叶记者 关于济床厂这件事情 在市委常委会没有研究之前 先不要上报 我先过去看看啊 再见 来 罗市长 市政府机关已经开始募捐了 贾市长我也联系好了 他马上过来 好 请坐 这也得算 喂 好 罗市长 是天州市报是李社长打来的电话 你告诉李社长 我正在天州机床厂现场办公 让他派几个记者过来 罗市长正在天州机床厂现场办公 他希望你派几个记者过来 哎 好的 遇到这种有全局意义的现场办公 我喜欢把记者请过来 该曝光问题就曝光问题 该鼓动形式就鼓动形式 让舆论监督 形成一种社会的凝聚力 罗市长 这一天跟你现场办公 我长了不少见识 罗市长 在咱们天州市民眼里 可是个英雄啊 第二天 月官 陆师姐 签一下 机窗场这个时候出事了 罗成又在现场办公 又解决问题 这不让他在调查组面前亮相吗 亮什么相 他是领导小组组长 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是他工作中的漏洞 还有一个 多好的设备 多好的机器 有好些在国内是最先进的 让杜坤伦把场子弄成这个熊样 我几次跟你提出 群众对他反应不好 可你千方百计的替他辩护 我在常委会上提出侧面的 你又跑到龙书记那儿袒护他 我就不明白 你到底为什么要给他冲保护财 我是管工业的服势 总得为第一线的干部撑腰 你现在看见了 你现在看见了 这就是你冲腰的借口 还有那两个浙江房地产商 在我们天州 一直没有得到公平的投资竞争的环境 我让你解决你三番五次的推诿 后来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解决的方法又积极的远远超出了你这个副市长应该负责的范围 这些匿名举报信把罪状都栽在了我头上 我也想问问你 这到底是为什么 前几个月 我是矮于龙书记的儿子龙少女 所以迟迟不敢执行你的指示 后来我咬咬牙豁出去干了 三步并做两步 把拖欠的时间补回来 所以到处催得紧了一点 是 有点悦泉 卫市长 我还是那句话 无私才能无畏 连杰才能奉公 罗市长 全搞清楚了 通过和群众代表的座谈 证实了杜昆仑的确很腐败 公众们这边发不出工资 但他的小金库里却成百万成百万的导入现金 波尔乃 铁尔乃买车买房 哦对了 这是群众跟踪拍摄的一些照片 你看一下 虽然他们不是执法机关 这些行为是违法的 但群众也是迫于无奈啊 这个女子原来是酒楼的一位小姐 后来辞职了被杜昆仑一直包养着 你看看 这 这确实有点腐败呀 我这个主管工业的副市长 怎么就一点都没察觉 你们来得正好 现在咱们 领导小组三个政府组长都到了 加上副市长魏国 咱们开个现场办公会 你记录 机厂长的事情你们都了解了 我就不多说了 咱们这个现场办公会 主要解决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 建议市委常委会 立即罢免厂长杜昆仑 这恐怕要通过常委会吧 咱们定了 待会儿我就给老龙打电话 这个罢免决定 今天一定要正式向全厂职工宣布 第二 立刻筹集社会捐款 解决机厂厂工人生活的燃为至极 我估算了一下 大概能募个八十来万 机厂厂有五千多职工 这点钱还不够发一个月生活费的 捐一点是一点 捐款 一方面是理清情义重 能安抚工人情绪 另一方面 也能调动社会各界 特别是政府干部系统 关心国企解困和工人的命运 第三 建议市委常委会 对杜昆仑实行专案审查 材料确实比较充分 第四 提议尽快在全市范围内组织竞选机厂厂厂长 一定要把最合适的人选安排在这里 我同意 同意 我没意见 罗市长 机厂厂厂的情况你汇报得很及时 我想知道你们都有什么措施啊 我们首先要求 常委会立即做出罢免杜昆仑的决定 这应该等杜昆仑的问题都查清楚了 再做决定吧 仅仅把七双厂搞得这么民不聊生 民愤鼎废 就完全有理由罢免他 他的其他问题可以再审查落实 罗程同志 这需要常委会开会才能决定啊 我们这里的三位副书记意见一致 如果您同意可以和许副书记 和其他的几位常委商量一下 就算召开常委会了 要不然机厂厂几千工人再闹起来 就很可能闹到市委市政府大院去 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很被动了 好吧 这条就这么定了 第二点 我们要求常委会立即做出 审查杜昆仑的决定 龙书记 杜昆仑不是一般的问题 他是严重的贪污腐化 道德败坏的问题 我马上就把工人师傅们提供的 关于他贪污腐化 道德败坏的照片和材料 全都给你拿过去 好吧 我先和几个常委碰一碰 都市长真是了不起 这一回我们城有救了 对对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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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罗市长 我看那边咱们就不用去了 家家呀都一样 厂里十三个月没开工资了 这工人的日子真的没办法过了 都干不了看过去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让他们给挥霍了 乔师傅是一分钱都没领到 现在就靠着要拾垃圾过日子 乔师傅 您辛苦啊 不辛苦啊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快六十了 这一拉罐捡一个卖多少钱呢 八分 这大可乐瓶呢 一毛五 这白的泡沫塑料多少钱一斤呢 一公斤六毛 这一个月捡垃圾能挣多少钱啊 这说不准 这这栈木楼底下那还差不多了 到工人那儿去啊 那就差远了 乔师傅 您的伤残抚恤金 有多少钱没领啊 哎呀 我也想不起来了 嗯 哎 从来没算过 哎 您是谁啊 问这个干啥 哎 乔师傅 他呀是咱们天州市的罗市长 啊 罗市长 好 乔师傅 您放心 我就是来天州机场场解决问题的 明天 我就叫他们把您的伤残抚恤金 给您送来 啊 罗市长 谢谢 谢谢 嗯 嗯 很老实 啊 千万不要抵抢 因为 尝你的困难 我是知道的 登江啊 好喽 再说嘛 啊 谢谢 谢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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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